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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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BIKING機車資訊網 我是小三 每年在車界 都會有許多人氣車款的誕生 因為你只要有話題賣得好 就可以稱作為人氣車款 但如果你想要成為經典的話 那要考量的就比較多了 包含你可能要有難以取代的外型 獨特的定位 甚至是身處於一個特殊的時空背景之下 那如果說 你想要再更進階成為傳奇呢 除了要具備上述的條件之外 你甚至要有能夠 改變當代車界潮流 甚至是影響未來好幾代的造車思維 這樣的能力才行 今天我們所要介紹的主角呢 它是一輛傳奇車系的最新版本 YAMAHA T-MAX 560 TEC MAX 自從2001年 YAMAHA T-MAX 500橫空出世以來 近代大型速克達的生態 就被徹底顛覆了 因為在T-MAX 500之前 大型速克達所主打的 通常就是休閒旅行這樣的風格 即便有些車款它會跟你說 我也是有操控樂趣的 但是跟原本就鎖定 運動性能的T-MAX相比 在根本上還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樣的改變 除了讓T-MAX車系 擁有廣大的始終支持者之外 它也確實改變了 近代大型速克達的造車主流 因為各大車廠都希望 可以推出一台體質強健 擁有良好性能表現的 大型速克達來與之抗衡 只是說真的 這沒有這麼的容易 因為你在追趕它也在進步 而且每一代的T-MAX改款呢 它都會擁有更多的優勢跟亮點 所以一開始我們在影片的時候就說了 它是傳奇 因為它不斷的在進化 那來到2022年最新款 被官方認證為第八代的T-MAX車系 推出之後呢 在車迷之間的評價 卻陷入了兩極化 並不是因為它的運動性能下降了 也不是說它的配備不好 而是因為它換上了一個全新的外貿 以超級運動車款作為設計與惠 強調歐洲設計美學的新款T-MAX560 這次在頭部造型上 做出了相當大幅度的變動 首先 在中央區塊的車殼呢 它的面積變得比較小了 位置也稍微的向上拉體 來搭配下緣平整兩側身高 整合進方向燈的多邊型雙眼LED頭燈組 讓新款T-MAX560 擁有了跟過去結案不同的全新樣貌 那同時 YAMA也把歷代T-MAX 都會把兩邊側殼 直接向後延伸的慣例 變更成了向前向下 並且結合了進氣口試鑑的設計手法 來呼應新的頭部式樣 那這樣的改變當然是一大突破 但正也是許多始終T-MAX車迷們 所比較難接受的部分 那來到側面 前半部因為頭部造型有所變動 所以連帶的視覺重心呢 也因此而提高了 但是從龍骨開始的中後半段 我們就又可以看見我們熟悉的T-MAX了 具有龍骨設計的T-MAX560 透過了分層分段 以及混合材質的組合方式 創造出了相當有力道 而且厚實的視覺效果 那後方的車殼呢 則是以飽滿又帶有律動感的線條 來向後延伸 然後在銜接上 新世代T-MAX的T字型尾燈組 整體看起來喔 還是很有氣勢 也很有韻味的 那目前台灣三葉引進的最新款T-MAX560 分為兩個版本 我們拍攝所使用的T-MAX版本呢 提供了深灰綠和T-Black 也就是黑色 等兩款比較低調內斂的配色 那至於採用接單引進的標準版 則是提供了深灰黑和藍深灰等車色 就整體外型來看 新款T-MAX560的外型設計喔 真的跟歷代的T-MAX家族成員有很大的差異 也難怪到現在還是有很多T-MAX車主覺得難以接受 就連我跟他相處了兩個多禮拜呢 有時候看到他還是會發生內線覺得說 你怎麼跟我認識的T-MAX這麼的不像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覺得也很簡單 因為車款他在演化在改款的過程中 一定會持續的去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像我們今天回到初代T-MAX500來看 他走的是比較圓潤流線的風格 那來到T-MAX530之後 他加入了更多尖銳科技的元素 然後再到目前最新版本的T-MAX560 他又重新的把流線的概念給倒回來了 然後又加入一些生物的元素進去 那這之中的改變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但喜不喜歡能不能接受呢 我覺得就要看個人的喜好而定了 作為運動型大洋代表的YAMAHA T-MAX車系 其實這幾年在改款的時候呢 都有持續去加強他的配備規格 所以來到最新版本的T-MAX560 Tec-MAX之後 他除了有更好的實用型和享受型的配備以外 就連進階的科技配備也都幫你準備好了 那首先我們來看到燈具 T-MAX560的頭燈是使用雙邊的LED頭燈 近燈跟遠燈都是四顆燈具同時作動 那另外在上方還有整合進頭燈組內的LED前方向燈 至於照明能力包括光型照射的範圍還有最重要的亮度 T-MAX560都表現得很好 可以讓我們安心的來對應到各種的液晶環境 那招牌的T字型尾燈組上方是採用燈條式的LED尾燈 中央則是直立式的LED剎車燈 那另外整合在燈組內的後方向燈也是使用LED燈具 位於車頭上的超大型風景具有無段式電動升降的功能 除了方便我們隨時應應不同的使用環境來做快速調整之外 因為它本身的面積就已經很大了 所以在騎乘的過程中 它是可以非常有效的來防止騎士受到風壓的干擾 後照鏡具有可收折的功能 方便我們在停車的時候可以應應周圍的環境 來做些必要的調整 7吋的TFT全彩液晶儀表 擁有非常豐富的行車資訊 除了基本的時速、轉速、油量、溫度、里程以及時間之外 還有騎乘時間、平均速度、油耗資訊、預估可行駛里程和氣溫 那基本上可以說是你想得到的它統統都有 而且原廠還提供了三種不同的顯示介面 並且會依照你所選擇的動力模式來呈現出不同的配色 所以光是顯示介面上就等於有六種模式可以做選擇了 非常的浮誇 只是說到浮誇我一定要特別介紹一下 這個會隨著轉速變化而產生光影渲染的指針特效 我第一次看到真的是直接笑出來 因為它太帥了 雖然以車款定位來看 TMS560它應該是比較成熟穩重的 但我覺得這個小細節它很真實的反映出了玩車人的特質 就是雖然我們長大了、成熟了 但是我們內心深處還是有一個時時刻刻想要玩的小孩子 所以這個設定、這個設計雖然它沒有什麼實質的作用 就是看起來很炫而已 但你看到就是會心情很好 這個就是玩車人的浪漫 這個是只有騎士才會懂的 別人不懂沒關係 我們自己知道就好了 這個我很喜歡 好 那除了華麗的顯示效果之外 當我們想要使用TMS560 TakeMath 進階的輔助配備的時候 你只要使用左邊把手上的搖桿 就可以在螢幕上叫出次選單 來調整電動風鏡 開啟加溫把手、加溫座椅 還有控制App程式、音樂、切換顯示介面 以及系統設定等功能 那在加溫把手跟加溫座椅的部分 原廠提供了三段的溫度可以做調整 讓我們可以依照實際的天候 來選擇相對應的段數 那以實測來說 加溫功能開啟之後 你大概一分鐘左右 你就可以感受到它的溫度了 它的加熱效率是很快的 那大約三分鐘至五分鐘左右 它的溫度就會變得更明顯了 那這樣的功能呢 你在雨天中行車 又或者是寒流來的時候騎車 都是很有幫助的 雖然我一再強調 在台灣其實如果有可能的話 有一個量感把手會更好 但是它就提供了這樣子 進階的享受功能給你 那只是說到這邊呢 我也要額外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或者說跟大家討論一下 因為這次YAMAHA它希望 可以把把手上的按鍵給精簡化 因為它功能多嘛 如果你通通都做獨立的按鍵 其實把手的開關會變得很複雜 很多 但是這種使用搖桿進入到螢幕 進入次選單才能操作的 包含它的電動風鏡 包含它的加溫把手 加溫座椅等等 其實使用起來沒有那麼的直覺 就有點像是目前四輪車款裡面 很多車它也取消了原本的 獨立式傳統式的按鍵 改為使用螢幕操作 那這個你在靜止狀態下去使用 沒有什麼問題 甚至你會覺得很有科技感 但如果在行駛的過程中 你現在想要調整一下風鏡 你想要開啟加溫把手 那它沒有那麼的直覺 你操作上會比較複雜 比較繁瑣一點 只是 如果真的今天像我們剛剛所說的 你把所有功能都放到把手上 它又會變得很累贅很多 那這兩者之間 其實是一個考驗 就看YAMAHA怎麼去主導未來的開發 但有自己來說 我會希望 使用傳統的獨立式按鍵 應該是會比較好的 那各位有自己看法的話 也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跟我們說 好 那再回到儀表 因為它這次功能真的非常的多 T-MAS560 TechMax的這一組儀表 它也具備有手機連線的功能 透過專屬的APP程式 買RIDELINK連結之後 除了儀表上會顯示你的手機電量 有訊息通知 來電通知以外 還可以透過左邊把手上的搖桿 來控制音樂電話波接等功能 但是它的音樂跟電話波接 都是要額外安裝藍牙耳機才可以使用的 這個便沒有包含在原廠的配件裡面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透過付費解鎖的方式 使用全地圖GAMI導航功能 這個是要另外下載專屬的軟體 並且透過買RIDELINK 來開啟和付費訂閱才能使用的 這個聽起來有一點複雜 可是因為真的很實用 而且你也不需要再額外安裝手機支架 才能夠使用導航 所以我會建議你在剛買車之後 先花一點時間去把它設定好 這樣之後你在使用的時候就會很方便了 至於GAMI導航功能 它第一個月是可以免費試用的 之後如果要續用的話 費用是每個月新台幣150元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把手開關總成 右邊依序是引擎熄火開關 動力模式切換鍵 雙黃警示燈和電源啟發鍵 左邊外側是遠近燈 超車燈、方向燈還有喇叭 內側則是定速行駛的功能按鍵 智慧儀表的操作搖桿和螢幕選單按鍵 下方則有手剎車的開關 把手下方中央是SmartKit的中控按鍵 當我們帶著感應鑰匙靠近T-MAX560之後 只要按壓中控按鍵就可以開啟電門 也可以使用上方的椅電開關 來解除椅電的鎖定 另外有個有趣的設定是 T-MAX560的龍頭鎖是會和中柱連動的 當你今天架起中柱龍頭上鎖之後 中柱也會同步的鎖定 沒有辦法放下來達到額外的防盜效果 把手下方的右邊設有一個小型的前置物空間 打開以後空間還算充裕 要放手機錢包都沒有問題 原廠還額外附帶了一個小型的隔板 讓我們可以把手機更安穩的放在內部 同時也配有一組USB充電布 讓你可以更安心的來使用智慧儀表的連線功能 不怕導航用著用著就沒電了 這個很方便 油箱是按SmartKit系統連動的設計 在感應狀態下 關邊電源以後 就可以直接用手動來轉開油箱蓋 不需要再額外使用鑰匙 非常的方便 油箱容量是15公升 打開椅墊 T-MAS560照慣例 採用了前開式的設計 並且在尾部設有一組油壓桿 用來固定椅墊 方便我們拿取車廂內的物品 內部還設有一組照明小燈 至於車廂空間的部分 因為造型上它是比較重視深度的設計 前後的長度並不算特別的長 所以如果想要擺放安全帽 基本上就是以一頂為主 比較難同時放進了兩頂 四分之三以上的安全帽 根據我們手邊所擁有的市售安全帽來做測試 四分之三型的安全帽 都可以輕鬆的放進去 並且蓋上椅墊 至於全罩式安全帽的部分 也都可以完整的收納進去 不會受到椅墊的干擾 就連有大型空地事件的帽款 也一樣沒有問題 那性能配備部分 TMS560的懸雕系統 是採用41mm的倒立式前叉 搭配多連桿中置單槍後避震器 自動系統 則是以輻射式對向四火塞卡鉗 和267mm碟盤的前雙碟配置 來搭配單向當火塞卡鉗 和282mm碟盤的後單碟系統 前後都配備有ABS防鎖時剎車系統 輪胎尺寸前輪是120-70mm 後輪是160-60mm 前後都是採用15吋的鋁合金輪框 車體的整備重量是220kg 就整體配備來看 我覺得TMS560 TechMax 真的很有誠意 因為包含了豐富的電控系統 包含了實用跟豪華兼具的機能配備 還有追求運動表現的性能配備 這些它都是給好給滿 就連儀表上一個小小的指針呢 也都可以做出這麼華麗炫目的視覺效果 所以說真的在配備部分 它沒有什麼好挑剔的了 那如果你想要找一台 配備頂規的運動型大洋的話 我覺得YAMAHA的TMS560 TechMax 絕對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不管外型怎麼改 配備如何豐富豪華 運動性能呢 始終是TMS車系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所以接下來就讓我們透過實測 來看看最新版本的TMS 到底能不能成績家族的榮耀傳統 那這次我們所介紹的YAMAHA TMS560 TechMax 它所採用的 是水冷式行程並列雙缸DHC4V的引擎 實際排氣量是562cc 最大馬力47.6匹在7500轉時產生 最大扭力5.7公斤米在5250轉時產生 使用CVT變速系統搭配皮帶傳動 具備有TCS選機控制系統 提供T-MODE和S-MODE 兩種動力模式可以做選擇 那根據官方所提供的數據 TMS560 1公升汽油 可以跑21.4公里 是屬於台灣能源效率三級的車款 跨座上車 TMS560的座高是800mm 帳面數據其實並不算特別的高 但是因為它的椅墊造型以及車體都做得比較寬 所以對應到176公分的身高 如果想要雙腳同時著地 會需要比較明顯的墊腳 也要格外的去注意車體的重心 才可以穩穩的掌握住車輛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家的編輯同時亦達 身高165公分 它也一樣 可以雙腳著地 但就不是那麼的穩了 所以在日常使用的時候 一定是以單腳著地為主 這樣才會比較安心一點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這次測試 我們就沒有請出 我們家身高158公分的女同事來做示範了 因為對她來說 這個負擔真的太大了 所以如果你對TMS有興趣 但是你的身材比較嬌小 又或者你是女性騎士的話 那麼在買車之前 請記得一定要花點時間 去實際的試坐和體驗看看 那至於乘坐感受的部分 剛剛我們有說到 TMS560的椅墊設計的比較寬 所以它的乘坐空間自然也就會比較大 再加上軟硬適中的泡明設定 中央的小腰靠很長型 還附帶有向前延伸 做出斜踏板設計的前置腳空間 這些都是能夠讓騎士獲得非常舒適 而且愉快的乘坐感受 只是 就如同我們影片中常常提到的一樣 我的腿比較短 所以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我沒有辦法很自然地去使用中央的小腰靠 我要用它的話 要嘛就是手打得比較直 才能去碰到它 但這樣會影響到我的操控 要嘛就是往前做 你可以完整地掌握車輛 但你的腰就沒辦法靠在上面了 但不用擔心 因為原廠這次還提供了三段式的調整 你只要把椅墊掀開 不需要工具 用手按壓 就可以做前後的調整 像我把它調到最前面之後 即便是短腿的我 也可以很自然去依靠它 除了可以讓腰更舒服之外 對於車輛的動態掌握度 也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覺得它給我的乘坐感受 是非常好的 那後座的部分也跟前座一樣 它有充足寬敞的乘坐空間 這個雖然多少也會影響到上下車的動作 你的腳要開得比較開 才可以順利的坐上去 但整體來說並不是太大的問題 它提供給乘客的 就是很舒適的乘坐體驗 實際騎乘上路 T-MAX 560 TECMAX的起步和低速出力 但它霸氣的外型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它的傳動接合轉速很低 所以你油門只要稍微輕輕一轉 就可以立刻用明確的加速來驅動車輛 不會有重拖慢慢拍的感覺 再來 隨著我們油門開度的持續加大 它的轉速跟時速 都會伴隨著渾厚的引擎聲浪 來飛快的攀升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 即便它的加速是很快的 力道是很充足的 但都還是可以維持在穩定 和線線的掉線之內 讓我們可以充分的掌握住車輛 不用擔心說 會有動力互換湧現的爆衝感 又或者是有某一段速域特別慢 有異常的摯愛感 不會 它在轉速到達7000轉以前 就是一路很順暢的 把速度給帶起來 那這樣的加速感受當然是很棒的 對應到街道、山道 都是會讓人心情愉快的設定 來到高轉速域 過了7000轉 接近最大馬力產生值 7500轉的時候 TMS 560在動力上 會有一波小爆發 你會感受到輸出變得更強更有力了 引擎聲浪也會更加的高抗 甚至 你可以用屍喉來形容它 在這個轉速域下 它的動力是很直接而且強悍的 它會讓我們不自覺的 想要更進一步去試探它的極限 去測試看看 到底TMS 560它可以跑多快 到底我油門轉下去 時速表上的數字可以跑到多少 這種來自於速度跟性能的誘惑 真的是很迷人的 不過 如果單看動力輸出的話 採用CVT傳統系統的TMS 560 它在高轉速域的限制 還是比較多一點的 它沒有辦法讓你像同級的檔車一樣 可以肆無忌憚的把油門轉到底 直衝萬轉的紅線區 管它會不會斷油 我就是要去壓榨它的引擎機線 不行 TMS 560沒有辦法這樣做 這個是大型速克達先天的限制 在原廠動力上 它必須要考量的面向是比較多的 你要去顧到整體的均衡性 所以不可能一味的去追求它的動力最大化 但說是這樣說 這其實有點雞蛋裡挑骨頭 因為正常情況下 當我們用力轉油門 TMS 560它一樣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就用順暢的方式 從連加速到表速100以上 甚至到150、160也都很輕鬆 那這樣的特性 就算拿去賽道玩 也都很夠用了 所以動力部分呢 我會給它非常高的評價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聊一聊 TMS 560的另外一個強項 也就是它的操控性 在乘坐感受還有騎乘知識上 都更重視舒適度的TMS 560 在操控調性上呢 並沒有因為這樣而做出改變 它一樣很重視精準的操控 一樣是以這部分來做為優先的考量 那以一般市區道路來說 車重有220公斤的TMS 560 它在低速區段 確實是比較重手一點的 再加上它的置腳線並不算特別的好 所以在綠燈之後 你會需要多注意一下起步時的動作 你要把重心給控制好 才不會有左搖右晃的狀況產生 那我個人的做法呢 很簡單 就是起步的時候油門多補一點 順著騎出去就可以了 那當我們脫移的低速度 車輛開始正常行駛之後 你會發現 TMS 560的駕駛手感 雖然稱不上輕盈 畢竟車重就擺在那邊 它有220公斤 但它還是很聽話 一般的轉彎 變換車道 還有巷弄內的回轉 基本上都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氣 就可以完成 甚至你習慣之後 你可能還會覺得說 它比我想像中的靈活 這一點對騎士來說 我覺得是很有好感的 但是說到好感度 TMS 560的魅力 還是要來到山區之後 才可以完全的展現出來 它有幾個特性呢 是我很喜歡的 首先 就是它的轉向 不管現在你眼前出現的是 低速型的彎道 還是很深很長的變曲率彎 又或者 是需要快速變換重心的S型彎道 只要你能夠掌握到油門收棒的節奏 再搭配上適當的減速動作 TMS 560 它就會依照你的意志 乖乖的行走在你所設定的路線上 它是很聽話的 再來就是 TMS 560的車架跟懸吊設定 相當的扎實 包括在直線之後的用力減速 還有出彎後 大力開油的加速動作 TMS 560它都可以很妥善的去吸收 去消化掉這些力道和重心轉移 它的安定感是非常強的 而且重點是 它的懸吊跟車架 並不是硬 而是扎實 並且在扎實之中帶有韌性的 所以如果你仔細去感受的話 你是可以從車體細微的作動上 來更精確地掌握目前車輛的動向 再加上它的自動系統也調教得很好 手感跟力道都有兼顧到 所以你會發現 TMS 560 越起 你會越了解越信任它 那越了解越信任它 你就越能夠樂在其中 這個就是我認為TMS 560最大的魅力所在 好 在分享完愉快又刺激的進階操駕之後 接下來我們轉換一下場景 來到快速道路 從長途旅行高速行駛的角度 來看看它的表現 在這次實測過程中 TMS 560它在表述100公里以上的高速區段 一樣能擁有很好的穩定性 當我們在做高速巡航的時候 它的車體並不會因為風壓的干擾 或者是橋梁的伸縫 高低起伏的路面等等 而出現多餘的晃動 它的行駛路感是很沉穩的 再加上面積很大 高度充足 而且可以快速調整高度的電動風劍 它能夠適度降低駕駛疲勞感的定速巡航功能 以及舒適的騎乘姿勢 還有被有效抑制的引擎震動 直接加在一起 說真的 騎乘TMS 560來進行長途旅行 其實是一件很愜意的事情 它並不是我們印象中 一定要隨時保持戰鬥狀態的運動羊而已 它已經是一台 有足夠性能 又能夠兼具修旅特質的旗艦跑率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它拿捏得很好 整體騎起來的感覺 也真的很棒 就整體動態來說 我覺得TMS 560的表現 真的很出色 在運動型大洋這塊領域裡面 它依舊是王者 即便現在它的競爭對手 有變多也變強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拿來比較 稀稀去品味的話 你會發現 在均衡性 在操控的感受上 它還是做得最好 最平衡的 如果你要我簡單的 用一句話來形容它就是 隨心所欲 這台車騎起來真的是很好玩 而且樂趣滿滿的 當然我們也知道 現在因為 你回溯到台灣商業第一次引進TMS 53年至今也好幾年了 大家常常在路上都可以看到TMS 對於它的新鮮感已經漸漸的消失了 而且 也因為目前重機市場發展的越來越好 你可以選擇的車型變多了 如果要追求運動性能 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我乾脆去選擇 同類型同級巨的擋車就好了 它可以玩的方式更多 不是更棒嗎 但我必須要說 如果今天你想要的就是一台運動型大洋 又或者你想要在 舒適便利以及運動性能之間 去取得一個平衡的話 那我覺得YAMAHA TMS560 TEC MASS 依舊會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如果今天我們把初代的TMS500 拿來放在最新款的TMS560 TEC MASS旁邊 那你會發現兩者之間的差異真的非常的大 而且他們不同之處並不是只有在外型而已 而是從引擎配備到相關的細節設定上 都有很大的不同 那這個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TMS它在進化的過程中 它是持續的會把最新的造車科技 還有造車供應給融入進去的 所以每次改款之後你會發現 即便一樣是大型舒克達 即便你會感覺好像差不多 但實際試駕之後都還是可以從中獲得新的驚喜和新的亮點 那我們這次所介紹的YAMAHA TMS560 TEC MAX 它的官方建議售價是58萬元 至於接單引進的TMS560標準版 它的官方建議售價是55萬元 並且是採用接單引進的沒有限車 那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你真的要好好享受騎車這件事情 你想要更豐富的配備 那我覺得選擇價差只有3萬 但是配備明顯好上許多的TEC MAX版本 會是比較聰明的選項 那什麼樣的人適合YAMAHA TMS560 TEC MAX 什麼樣的人又不適合呢 我們現在說不適合的 第一個 我們就直接一點吧 就是你不喜歡它的外型 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接受它設計的人 你當然是比較不適合它的 這次新款TMS560的造型 我覺得算得上是 TMS家族史上一次很大幅度的變動 YAMAHA所訴求的 是超級運動車款的意念 是所謂的歐洲設計美學 但這樣的改變呢 很多人都還在適應當中 都還在尋找欣賞它的最佳角度 所以雖然就駕駛感受來說 坐在駕駛艙內的我們 注意力一定都是擺在它優異的性能 豪華的配備之上 因為你騎車的時候 你是看不到它的前臉的 但是 如果你真的外貌先決 而且還是沒有辦法接受它新的外型的話 那麼它當然就不是那麼的適合你了 再來 如果你的用車習慣呢 是以日常通勤為主 假日呢 也都是休閒旅遊的騎乘方式比較多 而且重點是你希望購入的價格 不要太高 那麼YAMAHA TMS560 TECMAX 當然不會是你的首選 這一點呢 其實也很簡單 因為新款TMS560 尤其是我們所介紹的TECMAX版本 它在各方面表現都很棒 騎起來是非常好玩的 可是如果 它的這些優勢 對應不到你的駕駛習慣 你根本就用不到那麼多 而且你還有預算上的考量 那麼我覺得直接去選擇 更偏向通勤使用 而且更經濟實惠的XMAX 或許才是更適合你的做法 那什麼樣的人適合YAMAHA TMS560 TECMAX呢 我想第一個答案就是 你希望你的車子 能夠擁有非常豪華頂規的配備 而且是性能機能舒適度 這些通通都要顧到的 讓我們來快速的回顧一下 它的特色重點配備 電動風景 加溫把手 加溫座椅 Smart Key 免鑰匙的油箱蓋 電速巡航功能 還有功能齊全 還能夠跟手機連線的TFT全彩易經儀表 跟其他 在使用感受跟實用性上 都能夠兼顧到的配備 以及舒適 但又能夠維持著操控需求的 騎姿和乘坐感受 這些TMS560 TECMAX 都做得非常的棒 所以如果你很重視配備 你希望車子用起來的感受 是豪華而且貼心的 那麼TMS560 TECMAX 絕對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再來 如果你想要的就是大型速克達 因為你覺得操作起來 比較直覺簡單 但同時你又希望 可以擁有一定的運動性能的話 那麼Yamaha TMS560 TECMAX 當然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其實關於TMS560的動態表現 包含駕駛起來的感受 我們今天已經分享很多了 包含它的動力 它的操控 在平路或是山路上的表現 我覺得它都是非常出眾 這是一台會讓你越騎越喜歡的車 所以如果 你想要用一台高戰鬥力的大型速克達 那麼TMS560 TECMAX 當然就是你的購車首選了 總結來說 Yamaha TMS560 TECMAX 它透過了大幅要進的全新外型 更豐富豪華的配備 還有依然動感的駕駛本質 那它成為了一台更趨於完美的大型速克達 也讓TMS的光榮傳統 能夠繼續的延續下去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一台好玩又熱血 同時又能夠兼具豪華跟實用的車款 那我覺得Yamaha TMS560 TECMAX 絕對是一台非常值得擁有的新車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Bike in 機車諮詢網 所帶來的新車測試報告 我是小三 謝謝今天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相信今天大家在看影片的過程中 一定很好奇 為什麼這麼囉嗦 車名不直接叫TMS560或是新款TMS就好 一定要唸出TMS560 TECMAX 這個其實聽都會煩而且唸起來有點饒舌 但是因為啊 目前台灣商業主力販售的就是TECMAX這個版本 而且兩者它跟標準版之間在配備上是有差異的 那我會擔心說 有時候在介紹 如果你沒有把它區分清楚的話 會造成誤會 比如說最重要我最喜歡的這個電動封件 標準版它就沒有 所以在唸的時候我會希望 把它的版本明確的講出來 當然有些共同的 比如說它操控特性 出力等等 這個是一樣的 那我可能就會用TMS560 這樣的方式來介紹它 往周知 OK 那其實這一次在測試TMS的過程中 我一直想到一個小時候就聽過的都市傳輸 因為TMS500剛上市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也還年輕嘛 我記得高中要一升大學 那時候就有傳聞說 其實一開始它的產品定位 它的產品線並不是放在速克達車系裡面 而是直接放在YAMAHA的R系列車款底下 它的代號就叫R5 但是這個官方是沒有去證實的 所以我們只能當作都市傳言來看 可是你今天回過頭來看 確實它的運動性能 它整體的表現都跟過往的大型速克達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會有這樣的傳說我覺得很合理 而且聽起來也很浪漫 我們就當作它是真的吧 而且也因為這樣的傳說 其實對於當時年輕的我來講 因為我一開始是玩速克達開始的 TMS車系它就是一個定標 就是一個高規格神車的存在 所以到後來實際騎到TMS500 再到台灣深夜決定要引進TMS了 邀請我們到日本去參加TMS530的試駕 每一次每一個版本的騎乘 你都會感覺到這台車它真的很有趣 因為傳統上即便是現在你看到很多 比較重視通勤型的啦 休旅型的大型速克達 它騎起來的笨重感還是比較明顯一點的 但是在TMS車系身上 你就可以去感受到什麼叫做運動大洋 那騎起來真的是很好玩的 而且歷代的改款之中啊 每一次都一樣 500到530 530到現在560 真的乍看之下我就覺得 又一樣看起來都差不多 但是騎完之後 你又會從中發現到一些小驚喜 跟一些亮點所在 所以我覺得這個感覺 是真的蠻棒的 所以我才會在標題 在這支影片裡面都告訴大家 它是傳奇 而且沒有質疑 好漂亮 我只會在這支影片裡 做運動大洋